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现在在奥迪的高性能展台给大家拍个五分钟的小瓜 一惊到底 给大家看一看奥迪最近的高性能展台都给大家带来了什么车 往后咱们先从前面开始讲 这是一台TT的RS酷配 可以看到新款TT的前脸设计的这种整体的感觉 它还是一个TT 不过说白了 不管是从内饰的改进 从座椅的改进 还是颜色 还是出奇的骚 这个前脸就是RS和普通的TT肯定是长得不太一样 这个RS有点小R8的感觉了 反正我觉得还是蛮漂亮 往后之后在这边是一个RS3 过两天咱们公司会回来一台试驾车 往后我去给大家拍 我RS3现在这个配色 外观的漆面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它和你肉眼所见的这种感觉不一样 它现在镜头里是有点偏蓝色 但实际上它是有点偏向于祖母时的那种发绿的感觉 往后之后可以看到奥迪高性能家族式的前脸 这个RS3前面这个黑色钢琴漆的这个中网配上RS3这个标识 这前脸还是挺有冲击性的 是不是 而且我特别喜欢它边上的设计 还可以看到是非常的有工艺感 而且这车开在大街上呢 我可以这么说它已经是越来越往这个不平均化发展了 大家都知道原来的奥迪做出来的高性能都是比较偏向于和普通版本没有什么太多 眼睛能看出来的区别内饰和动力方面才是最大的一个区别点 但是现在它们的外观已经做的不在中庸了 包括前面这个硕大的一个夸臭的这个标识和底下这种元气的包边 RS3这台车我相信会成为不少咱们90号年轻人作为一个性能车的一个首选 这边就属于家族大哥了 这个奥迪的RS7的Sport Bike Performance的版本 可以看到它因为是C7版本的RS7 所以说它前面的这个头灯 包括 不是前脸真的是 RS3 RS和TT RS根本都不是一个感觉 这RS7作为家族里和RS6 S8齐头并进的三个大哥 还是选用了一个原厂一个磨砂灰的这么一个高性能的感觉的这么一个气面 反正我本人是特别特别的喜欢 往后之后可以看到标准的银耳 它的质重系统已经是除了RS6以外最棒的了 用的是花盘 但是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RS7它不配有这个陶磁刹车 背带力的轮圈 背带力的轮胎 P0 可以看到里面的内饰是一个超大的零行格 配上原来没有什么太多区别的这么一个内饰的中控 包括这些包边的这种这个亮碳的碳纤维 反正我不太喜欢这个RS7内饰感觉是比较老套了 但是因为RS7这个车本身就是一个大哥级的这么一个定位 所以说它也是没有做出一个什么样大的变动 就是后面这个双边单出的这个奥迪特别有风采的这种 原初的这个排气啊 我觉得是比较感觉的 往这边呢 就是和小牛 和沃尔坎姨妈生的一个底盘的这个奥迪R8的Spider版本 往这不是一台高性能 但是它的花盆股是真的挺漂亮的 它就是一台 嗯 厂盆的R8非常的简单 也没什么可跟大家聊的 但是R8上面也依旧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陶磁刹车这个东西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奥迪坐这个性能车 它的制动系统方面应该是多下点功夫了 但是依旧不影响它整体的这个屁股的这个感觉 太像小牛了真的 然后我在这边给大家绕一下啊 啊就有很多实用老师我给大家绕一下 然后这边是一个奥迪R8的一个呃 呃 呃 F1版本 哦 这好像是混动啊 还是纯电子 这个不太清楚 我 我在这边给大家绕一下 呃 在这边也是大家一直盼手盼尾的S5 哎 没成效吧 是S5了 不好意思 这是一个从侧面看不太明显 但是一个新款的A7啊 哈哈 打脸打脸打脸 一个A7带了一个RS7套件 哈哈 呃 那在这边呢 哎 来了 咱们今天的主角可以看到它的摆放位置是一个今天最大的主角 哎 哇 这个脸真的是漂亮啊 这后脸真的漂亮 这个有点 A8那种贯穿式尾灯又没灌明曼那种感觉 那当然了 就是大家献到的这种 多条大轮骨大轮胎全部都是因为它是一台狗 干狗 我现在绕到前面去看一下 不好意思 我天哪 太熊绝了 中文字幕画计算是有机会 们两个 además 就是 糟粹 的 是我 很多 有机会 是